当当传身模型尾尸首座黄金圣衣 它来了 通体是黑色的 竟然用上MST的衣灰的面雕摆动作 它的表现究竟如何 接下来先上360度展示 再上拼装过程 Zither Harp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的桌面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非洲圣斗士 其实不是了 是尾射首座的黄金圣衣 或者说是黄金圣斗士都可以了 首先是看一下素体 很紧实 大腿 膝盖 小腿 金属脚 还可以 大腿稍微的有一点松 其他组装的就是感觉非常像高达 要么说它是百式高达 要么说它是佛小高达的即时感 有没有 OK 那我们把手摘掉之后 开始进行手型的组装 上臂 小臂 手型的组装都没有问题 这里这个小盾牌 剑羽毛型的小盾牌 见不装错了 然后应该是在右手上 然后在装手型的时候 如果觉得这个肉手很奇怪 因为它不是金色 可以将手甲剪掉 用蓝凝胶 粘到这个黑色的手型上 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我们进行组装的 就是脚踝部分的护甲啊 需要一点小小的技巧 组装完成之后进行 上半部分的组装 就是到了我们的腰甲部分了 裙甲先进行组装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组装的时候呢 是要注意顺序的 不要先装副甲 要先裙甲 再胸甲 最后副甲 这样的一个顺序 裙甲在组装的时候 上面的小的这个裙甲片 是比较容易掉落的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组装上裙甲 把这个后面的卡口对准之后 然后再进行组装 把前面的两片塑料 甲片 再给它组装上 再将中间部分的一个 椭圆形的腰带扣组装上 最后就是前裙甲的 一个部分组装上 OK 那裙甲部分就组装完成了 接下来是很金属 重量很沉的一个胸甲 再进行组装 最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缺口就是副甲了 然后再把这个 小黄罐型的副甲组装上 两面肩甲组装之后 依然是很有高达的 即使感有没有 不愧是一个设计师设计的 感觉就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开始进行组装的 就是弓箭 手臂的弓箭 其实顺序错了 一会会改过来 然后是头盔的组装 然后将上面的V字形天线 两种组装上 OK 然后我们最后把 我刚刚装错的 这个手部的护甲 再给它倒过来 弓箭在左边 然后我们的这个 羽毛型的盾在右边 怎么样 最早期的黄金生路市 还是蛮有意思的对不对 而且它相比万代的来说 我觉得氧化程度会慢一点 因为万代那一批 在上色的时候 是一个雨季 所以说一定会有氧化 OK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给箭文一个 一键三连哦 拜拜